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7月初 美國國會通過了香港自治法 裏面其中一個條款列明了 若然銀行或金融機構 仍然與被制裁的人士或企業有業務往來 就可能會招致美國政府的疑似制裁 於是 似乎很多銀行馬上密羅緊鼓地搜尋一下 究竟他們有沒有那些客戶 是有被制裁的風險 若然有的時候 很多銀行就決定斬腳趾避沙寵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所說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透露 在港區國安法公佈前 有一家美資銀行向他發出信件 宣稱要關閉他的銀行戶口 和退還所有的金錢 說不想跟他有任何的業務往來 陳志思沒有點名是哪間銀行 但他指出 說美國銀行甚至乎匯豐 都不願意跟一些具有政治曝光度的客戶打交道 陳志思還透露 他曾經接觸過一些香港的高級官員 發現有部分人 是跟他擁有同一樣的遭遇 陳志思還提到 說被關閉銀行戶口 就跟港區國安法無關 除非有證據顯示 說美國政府是指令銀行 並且是告訴銀行 這樣做是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的辦法 實情陳志思這個研判就不錯得了 因為真的跟港區國安法無關 事實上 就是香港自治法 為銀行和金融機構 帶來了一個震懾的作用 人家為免被二次制裁 只好斬腳趾被沙寵 趕快找回那些 具有高度被制裁風險的客戶 索性就關閉了他們的戶口 退還款項給他們就算了 因為這些人只不過是佔整個客戶群的一小撮 那些銀行想想想 就當然是無謂因小失大 跟這些人的業務往來 可以有多少份額 若然被美國政府二次制裁 更差 所以我就估計 今次 陳志思 或者是他所提述的其他香港高級官員 被美資銀行關閉戶口這件事 相信就是銀行方面主動採取的措施 因為起碼現在被人關閉戶口 那些款項還可以彈回頭 還可以代代平安 若然是美國政府指令 渣都沒得剩 到期時就肯定是會被凍結資產 所以我相信 就不是美國政府作出的決定 另外 陳志思就提到 說有些香港的高級官員 跟他有同一個遭遇 實情這班香港官員 就真是雅子吃黃年 有苦自己知道 因為這班傢伙 就算是遭到 這些銀行的所謂不公平對待 也好 他們也是不敢出聲 一來 他們就是大喊拾 天天宣稱自己是愛國分子 說到自己多愛中國 熱淚盈康 但是原來 身體很誠實 把那筆款項 放到外資銀行那裡傳起 現在還要被外資銀行關閉戶口 那當然他們就是不敢出聲 既然如此愛國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所有款項轉為人民幣 然後傳到中資銀行那裡 怎麼會把錢放到外資銀行呢 講不講得過去 這樣就叫愛國 而且這樣就叫做香港特區的高級官員 笑不笑死人 二例 這班傢伙 他們也不敢敲鑼打鼓 說遭到什麼不公平的待遇 因為這樣只會打草驚蛇 令到更多的外資銀行 都不會受他們玩 所以只好沉默之聲上身 滑一聲就吞了他 無謂就說這麼多說話 相反 陳志思就跟這班所謂的香港高級官員不同 在地位上就已經超越過他們 起碼別人又是金融集團的主席 他的祖家在泰國又有一家盤谷銀行 根本上就不能夠同日語語 別人說句話也大聲一點 若然香港的官員一旦遭受美國制裁的時候 日常生活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起碼來說所有的銀行服務都不能夠使用 故此林鄭較早前說 他完全不擔心美國的制裁 因為他一來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二來也在美國沒有資產 說到非常瀟灑 甚至乎在一夜之間 還得到了很多大陸網民的稱讚 但是他就刻意忽略這件事 就是金融制裁 美國除了說會對於被制裁人士 實施入境限制和凍結資產以外 還會對那些銀行實施二次制裁 很明顯地 那些被制裁人士很有可能 就是用不到銀行服務 到其時 若然被制裁人士 要出糧的時候 那怎樣出好呢 不可以用銀行 是不是叫下屬去父母署 入購一包包的銀紙 拿走呢 有些高級官員 他們喜歡買樓收租 到其時怎樣向租客收租 不通過銀行 逐個租客敲門 好像以前的包租婆收租 還是怎樣 到時就真的非常有趣 這個情況 另外還想說一下 這次連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志思都遭殃 就可以證明 是牽連甚廣 較早前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多番強調 說美國的制裁門檻 其實是很高的 而且他還說過 說自己擔任行政會議成員 的職責都只不過是為政府出謀獻策 說到自己 仿如是 有權無責 但是如果連陳志思都遭殃的時候 葉劉很大機會都會被拖落水 因為按照美資銀行的標準 就連行政會議召集人 都要關閉戶口 都不想跟他有任何業務往來 更何況就是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兼一黨主席 所以這方面 他真的要 攝高藏板地想一想 會不會對他有甚麼 波及 當然 葉劉最近他說的話 不知為何正常了很多 完全收起他過往那種戰狼的嘴臉 到底是歉於香港自治法的制裁 還是選舉近了 然後就要裝作 真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不過似乎現在的選舉 又有風聲傳了出來 就說很有可能會押口 當然這個就等消息確實了 我們才再作評論 接著我們就再說另一件事 原來 紐西蘭也宣佈了 要暫停執行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為什麼紐西蘭方面要作出這個決定呢 外長比德斯就解釋 是因為北京通過了對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 除了暫停引渡協議之外 紐西蘭在處理對香港的軍事和技術出口問題上 將會視香港和中國一樣 採取和中國相同的措施 另外紐西蘭也更新了旅遊建議 警告當地民眾 港區國安法實施 會為他們帶來一定的安全風險 當然 紐西蘭是五眼聯盟的 其中一個國家 他算是最後表態的 因為較早之前其他四個國家都已經先後 陸續取消了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目前只差美國老大哥 就是未曾發聲 不過相信美國都很快會取消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故此 林鄭月娥在去年搞什麼逃犯條例的修訂 聲稱要使香港不要變成逃犯天堂 似乎目前真是事與願為 越來越多國家和香港 終止或者暫停引渡協議 林鄭如何解釋呢 請問是 好像完全不需要問責一樣 中國駐紐西蘭使館發言人 對於紐西蘭的安排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批評有關的決定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任何對華施壓的圖謀都絕對不會得逞 中方敦促紐西蘭要立即改緣更章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以免兩國關係造成進一步的損害 實情這些只是黨八股的文字 沒什麼特別 逢哪個國家和香港取消引渡協議 改改國家名字又可以整篇稿翻用 實情不單是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 甚至乎現在歐盟的成員國 他們都陸續想取消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當然相關的安排是怎樣 人家今天就有所公佈 取消與否 所以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目前 剩下和香港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就不算很多 主要有幾個國家 就是歐洲的歐盟成員國 另外還有幾個亞洲國家 例如斯里蘭卡、菲律賓 若然到最後 原來那些西方文明國家 一律都是取消和香港的引渡安排 那你特區政府 都面目無光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